维绘法郎可以在表面创作画工细腻 是对视钟表百年传统的工艺之一 雅克德罗每一年都会推出生态主题 而今年就以老虎为主角 设计十分小征盘万表 价值有百万以上 而维绘跟胶材也都是以矿物原料又来绘画 台湾胶材画大师简锦齐 就以花卉相解情景的创作来做呼应 让东方跟西方的艺术 跨界连展也透过了相似的自然主题创作 呈现出不同技法的艺术之美 徐々如生的虎眼玄彩 气势威猛正念人心 而不论是老虎的毛皮毛发 透过细腻的画工 更呈现出浓密华顺的质感 这是在微笑的象牙色法郎表盘的微绘创作 而在玫瑰K金的衬度下更显魅力 名为老虎的十分小征盘万表 全球限量28枚 而其中的一枚在台中展出 法郎维会最大的困难是 它必须要在它的大明火烧 要在900度到1000度的温度之下 反复10次左右的涂层 这样的烧制 其中只要有一次失败 那这个就必须要放弃 要重来 所以它大概有20%的成功率 有80%必须放弃 那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每一次微绘法郎的完成大概60个小时 所以而且全部都是由艺术家 钟表艺术家手工去微绘的 它并不是用印刷的 微绘法郎是正式的百年传统工艺之一 以天斩的矿物原料又来创作 而东方的胶彩画也是以优料创作 热爱钟表艺术的陈锦明 就邀请台湾胶彩画大师菅景清来进行化界连展 以花卉系列创作呼应 更透过相似的自然主题创作 来呈现不同技法的艺术之美 你看看有公鸡有母鸡是一个家 那这个子藤在春天 在春天茶茶开花 那我们知道万物在春天是一个繁殖的季节 所以我让它感觉说有春天的休闲 其实在休闲里面是为了繁衍后代而生存 同样是以绘画来刻画大自然 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艺术生命 而在这场展览 也可以同时欣赏到 钟表法郎的金雕镂空金寨工艺 来为生活的美感加分 这临家画台中采访不到 可以债他 可以债他